持續帶來關心凱米颱風的最新動態 那麼現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新北市的淡水老街這邊喔 那麼可以看到現在的風勢雨勢 是比較微弱的狀態 甚至還有一點點出太陽 不過呢在稍早整個風勢雨勢 都是非常間歇性的 那麼就是有時候會下大雨 那突然又停止 那甚至像現在有一點出太陽的狀況 讓人家非常難以琢磨喔 那麼在老街的部分呢 今天早上還是有不少民眾是撐著傘 來到這邊來散步喔 表示對整個颱風的狀況 還沒有到非常緊張 那麼店家有些決定要開門 也有些決定呢 就是要休息一天的狀況 不過在這旁邊的這個連鎖咖啡廳呢 目前是已經開門營業做生意的 那麼也有可以看到呢 一些顧客是陸續的上門喔 那麼呢現在這邊的颱風影響 雖然還沒有到這麼大 不過要提醒民眾 真的颱風來襲 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呢今年的這個凱米颱風登陸台灣呢 會碰上了這個年度大潮 那麼呢淡水地區在這個年度大潮的時候 老街這邊其實都會有這個水 漫上來人行道的狀況 那麼呢甚至會淹過這個人行道道的腳步 大概小腿腳踝的部分喔 所以呢稍後在大概中午12點左右 可能就會有滿潮的現象 那麼也要特別的來留意 那麼呢現在雙北地區雖然是這個颱風炸的部分 不過還是要提醒民眾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那麼要做好防台準備 真的要外出也要特別掃心 也要有很會 那麼可動的地方 那就是會等於你 現在其實大家也都會越來